啊,你早早上床多睡点,早上醒来会有好精神并充满活力 一切顺利,你很快睡着了,然后呢身体在凌晨三点把你叫醒了 你企图回头再睡,但却无法 啊,这些可以帮助你哦 做一点肌肉放松运动,把腿伸直挤在一起,然后放松 把脚趾往前拉,维持十秒,然后回到正常姿势十秒钟 重复做这个练习三到五次 不要拿起你的手机,荧幕的光带有蓝色调 它会阻挡体内的吞黑激素生产哦 这种荷尔蒙是提醒你的身体该睡了,然后就让你觉得很累想睡咯 蓝光呢会消除疲惫的感觉,所以你会很久睡不着 最好可以打开一本纸本的书 还有呢,上床前至少一个小时,尽量不要使用你的手机 虫冷水枣和热水枣有助于你再度入睡 身体常常会因为过热而醒来,那就使用冷水枣来降低温度 你会脑子清明,身体想睡 熏衣草茶或者精油会改善你的睡眠品质,毫无副作用哦 你甚至能买盆熏衣草,让你的卧房满是芬芳 另外一个快速入眠的好方法呢,是下床做一点放松的事 离开你的卧室进到别的房间,读本书或者听一点宁静音乐 你的大脑有点活动,可以帮助你的思绪再度放松 还有啊,尽量不要看时钟哦 想到时钟只剩下三个小时就要响了,可能会让你不开心的 四七八法是一种呼吸练习,可以减少焦虑跟压力 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做,让舌尖碰出上排牙齿后方 透过嘴巴吐气发出吹哨声 闭起嘴巴,经由鼻子吸气四秒钟 然后屏住呼吸七秒钟 张嘴吐气八秒钟 持续把你的舌头放在上排的牙齿后方 并且重复练习至少三到五次 白天尽量不要小睡超过三十分钟 而且要早在傍晚之前 白天小睡可能会让你在晚上的时候无法迅速入眠哦 正确地运用午睡将会使你整天保持一整天的激进 但是如果你午餐之后睡得太过头 将会造成你晚上的睡眠问题 睡前五分钟,开始把你的想法写入日记 这可以帮助你摆脱上千个无畏的想法 写下你这一天所有的正面事件 以及你现在的感受 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摆脱扰人的思绪 并且安抚心神 有一个奇怪却很有效的入睡技巧 设下尽力持久醒着的目标 想着你不想睡觉这件事 在脑子里醒着别睡 想象你去健身房跑步或者健身 哎,惊奇的是,这有助于你快速入眠哦 有人叫你别想着粉红色的大象 你就立刻想着它 这个技巧的效果是类似的 想象一些美丽的画面也有助于入眠 这可不是鼠羊法 你需要想象会动的东西 不过那些动作应该要单调一些 举例来说呢 你看着一只大象在河里洗澡 或者是火车穿过绿草地 专注于想象中的声音也有帮助哦 这可能是雨声 或者是火焰嗶嗶嗶嗶的声音 一开始呢 你会很难专注在画面上 但是五分钟以后 你就会觉得移动的影像 把你直直地带入梦乡了 这个方法呢 可以帮助你在十秒钟之内睡着 但首先呢 你需要先浪费两分钟 之后让你睡着的 就是最后那十秒了 脸部放松 下巴 眼睛 嘴唇和眉毛 放松你的肩膀 把颈绷释放掉 手臂放下来 侧在旁边 吐气 胸口放松 放松你的腿 大腿和小腿 利用想象着平静的画面 把思绪清空十秒钟 湖泊或森林随便你 假如这没有用的话 试着一再反复地讲 别想 讲十秒 之后呢 你就会比较容易睡着哦 第一次的效果可能没那么快 但是假如你每天训练 几周之后呢 你就可以以任何姿势 用这个方法进入梦中 就算是坐着也行哦 睡眠品质不可能一直都很好的啦 幸好呢 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在早晨的时候感觉良好哦 而且还可以让你在闹钟响第一声的时候就起床 就算你没有休息够 练习闹钟响第一声就起床 晚上上床的时候设定两分钟后的闹钟 闭上眼睛 120秒之后起床关掉闹钟 重复这个练习两到三次 这是训练你的身心 在第一声灵响起床的方法 然后呢 早晨在闹钟响起的时候 你会记得之前所做的练习 下床就会比平常容易得多哦 这个方法会有效 是因为大脑能够下意识地重复你之前在类似状况之下的动作 其中一个最好的闹钟呢 就是阳光 上床之前别拉起窗帘 这样子第一道阳光就可以叫醒你 但是最好不要在夏天做了 因为夏天的太阳太早起了嘛 可能会打扰你的睡眠的 你下床之后呢 望向窗外 深吸一口早晨的新鲜空气 来做一点特殊的事情 这是让爱困的大脑迅速醒来的好方法 假如你平常醒来的话会拿起手机 下次别碰它 试着呢 躺在床上跳舞 或者呢 大声说出你最近看的三部电影 让你的大脑跟身体动起来 假如呢 你在上班途中感觉爱困 那么就改变你平常的路径 或是跟陌生人询问一下时间 跨出你的舒适圈 会让你完美振作的 有些智慧闹钟啊 会在浅眠的阶段把你给叫醒 当你在深度睡眠之中 起床会很困难 就算是你已经睡了八个小时 智慧闹钟会记录你的睡眠 在你翻身的当下把你给叫醒 哎 就是在浅眠的阶段 假如你需要在每天七点起床 那么闹钟呢 会在六点到七点之间叫醒你 取决于你何时开始反侧 把你的手机放在房间的另外一边 你早上要关到闹钟的时候呢 必须起床走过去 用站姿来对抗躺回床上的诱惑 会简单得多 每天在同一个时间醒来是很重要的 放假或周末也没得例外 抱歉啊 你的身体啊 需要习惯完善的睡眠时程 所以呢就算你比较晚才上床 你也最好在平常的时间醒来 然后下午可以小睡一下 身体很快的就会开始 让自己在同一个时间醒来 那么你就会把闹钟往一边去咯 我们利用了几十万年 发展出日落之后去睡觉的习惯 那当然 这个习惯也保存在体内 不管我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模式 最有用的睡眠呢 根据生理失踪 出现在午夜前的90分钟 因此呢 这个时间上床才如此的重要 假如你很晚上床 并且想着说 到时候早上会有多难醒过来 那么事情肯定就会如此发展咯 尽量带着正向思考去入睡 假如说呢 你在清晨三点上床 而且想要在七点左右醒来 那么就跟自己说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 会帮助你获得力量 并且你会一夜好眠的 想象你起床以后充满精力的样子 如此就会让你比较容易度过早晨的 晚安安哦